记者夜关于新北报道,新北市U-Bike 500赞成就达成。 新北市长朱立伦今天与微笑单车董事长刘金彪参加新北U-Bike 500赞启用典礼, 宣示打造健康低碳,永续交通的决心。 新北市也坚持提供前30分钟免费骑程补助,鼓励民众使用绿色韵具, 并将持续扩大建制范围,迈向600站。 朱立伦说,U-Bike除了作为大众运输最后一例接拨服务外, 现在更融入到生活日常,无论是学生上下学,妈妈菜市场买菜, 阿公出门运动或是全家假日出游,成为大多数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而许多社区、学校及商场愿意无偿租借土地给市府规划设站, 让U-Bike可以服务到更多市民,也加速整体建制速度。 今天也出席启用典礼的新北市议员蔡舒军说, 500个U-Bike站点,连口就占了24站,为新北市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, 市府体恤市民前30分钟免费,大大的提高民众骑乘的意愿, 也实质达到绿色运聚的最大功效。 新北市交通局表示,U-Bike每日已有近9万人次使用, 累计使用人次将近7000万,民众整体服务满意度达9成6。 据调查,约57%的民众作为通勤使用,73%屡次前后会转成捷运, 火车或公车,现是U-Bike的却扮演出第一例及最后一例转成捷迫的重要角色, 也移转了部分私人运聚使用者,累计已减少6600吨二氧化碳排放, 相当于55万科数的年息收量。 为了庆祝500站达成,即日起至31日止, 只要在脸书大头贴照加上新北500赞特效框, 至我的新北市粉丝团活动贴文按赞并留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